我們看到十八經 前面講到 十七經講到 這個色 就是身 是無常的 如果是這樣來講 形成身的原因 形成身的因緣 內因外緣 也都是無常 有無常 有無常的因 無常的緣 所產生的色法 也一定是無常的 這個就包括 我們身心 是由四大所造的 意思就是說 一般解釋是 這個色是四大 即四大所造色 所以 我們這個色是四大所造 它是無常的 所以 這個四大也是無常的 那麼四大既然是無常的 那麼四大所造色怎麼會是常 意思就是由無常組合的東西 那不可能是常的 從這裡去理解 內因外緣 我們自身的色 內色外色 那麼 都是無常 那這樣去看待 一切 那麼你對於無常的東西 你就不會產生 擲取的性格 那由於不擲取 你就不會再因為擲取不得而產生苦 那不苦 那麼每一個設法都不擲取 那麼包括每一個感受 那麼每一個印象 那麼這些你都不擲取 那你就不擲取無孕 那麼你就會從 從這個不擲取中得解脫 其實這樣 他是在講這些 因為你不擲取 不擲取你就不會擲取 你因為你不擲取 你不會因為擲取不得而產生苦 你因為不會擲取得而產生貪 那麼即使是熱 那麼也會形成苦 那麼由於你的執著最終導致你的苦 那所以他才會講 厭者不樂 不樂則解脫 好 來看十八經 有一天 佛在齊眼金色 那世尊跟比丘講 一樣 十七經跟十八經 基本上有一點類似 那他講 色無常 若陰若緣 身諸色者 比翼無常 無常陰無常緣 所身諸色 云何有常 那麼受享行事 也是這樣觀 都是這樣 所以受講行 省略掉 那後面是 也是這樣講 是無常 若陰若緣 身諸色者 比翼無常 無常陰無常緣 所身諸色 云何有常 如是比丘色無常 受享行事無常 無常者則是苦 苦則非我 非我則非我所 差不多 只是他沒有所謂的 這個無常則苦 苦則不樂 他說 如是觀者 願一色 願一受享行事 那他這裡沒有 他是如是觀者 明真實正觀 那麼一色解脫 一受享行事解脫 我說 四等 為解脫 生老病死 又被腦苦 那這兩部經差不多一樣 那差不多一樣 基本上是因為當時大架設結局的時候 有可能是一樣的經 不同的記憶 有可能是佛陀本身 像這樣的說法講了幾次 那麼每個阿羅漢聽的不一樣 他只是如實就他所聽 就他所知的 我們叫做如所知的他說出來 所以大架設的原則是同案並列 如果完全一樣 那就寫一經 如果有一些不同 那麼也是一樣 尊重每一個人 然後都把它列為不同的經 大概就這樣 所以這有可能是兩部 這兩部有可能是一樣的經 也有可能是不一樣的經 但是我們看起來 其實是差不多的 結果它列在一起 好 那現在看第十九經 十九經就多了一點點 那開始 這後面開始都有一點點多了 就跟前面不一樣了 後面開始就多一點點 我們來看 他說有一天 佛在齊遠金色 這時候世尊跟比丘講 若眾生於色不畏者 則不染於色 畏就是畏著 就是愛 我們說他的貪愛有幾個層次 那麼這裡基本上就是從畏懶開始 那這個一般來講叫做畏懷禮 因為我們講阿含經裡面習慣有兩種說法 一個是畏懷禮 一個是厌禮欲滅 就是這樣 那麼畏懷禮是從他的貪愛開始說 那麼厌禮欲滅 是從畏之後要厌 就前面第十七句音就這樣 所以你這個貪愛 你應該要厌 那麼不熱解脫 前面是厌不熱解脫 那經常講的是厌禮欲滅 那這裡是用所謂的畏懷 但是他畏前面 畏後面有一個欄 那這個我們後面讀阿含經就會發現 他在講這個貪愛有時候講得細一點 有時候就是標準的講 簡單的講 就用一個貪愛 或是這個 這個 講有時候講兩個 有時候講三個 有時候講四個 就像講煩惱一樣 有時候講多一點 有時候講少一點 好 眾生於色不畏者 那我們要習慣看到色後面都是受想形式 它只是從色開始觀 從色開始講 那這個色有時候純粹是從身上講 這個身體講 有時候牽涉到身體之外的色 我們叫做內色外色 內六層外六層 講這個 那假設於色不畏 就是不貪愛 一般畏就是貪愛 或是愛畏 就是愛濁 愛一般畏就是我們說愛濁它滋味 但是這個滋味不一定是食物的東西 就是愛它的相 那麼你有這一種愛的這一種懶著 那後面的懶則不懶於色 那就是你愛上之後 你執愁上來 就是懶 貪懶 其實就是貪子或執著 那我們可以簡單形容 我們就早上說著 你看見一具衣服很漂亮 你看了很久 那這個看了很久之後 你決定把它買回去 或是你沒有錢 你偷它回去 或是怎麼樣 反正你就是想擁有它 那這種這兩種是不太一樣的 你很喜歡這種東西 很想吃 那你決定要花錢去把它買來吃 或是你很喜歡這個人 那你決定要跟它在一起 反正這種就是喜歡的層次 愛的層次不一樣 那麼想要擁有 那這個就是執著更多一點點 那通常這裡是講這兩種 就是胃跟懶 那胃跟懶 有時候用不同的形容詞 不同的名詞 但是它都是 我們要知道所有的煩惱 歸根究底就只有兩個 貪愛跟無名 觀念上的錯誤 還有行為上的偏差 就是執著 那就是這兩個 那愛 從愛分下來 從無名分下來 可以有無頓食無力食這一種 那從愛分下來就非常多了 有善有惡有非常多的新手 那煩惱裡面就有撐 再分下來就有所謂的撐跟愛 那愛這一邊再分下來就有所謂的 欲貪 色貪 無色貪 那浴貪再分下來就有對於 顏耳鼻舌身 所指取的色身相味處 就是我們一想到煩惱就大概 整個這些架構就出來 你就不會亂 那不管你是愛什麼 那麼通常 這個所有 所有 我們叫做私貨 見貨私貨 那麼這一些情感上的 心理上的主要 除了無名就是無知 邪賤這一邊之外 就是貪愛 就是以貪愛為代表 所以有時候佛陀會講 你只要斷一法就一定可以解脫 斷什麼 斷貪 你只要斷貪 或是你只要真的無我 你就一定可以解脫 那因為有貪愛一定有無名 有無名一定有貪愛 就好像有我一定有我執一樣 有我見一定有我執 那一定有我愛 有愛一定有我所愛 所以你會看到 暗暗經裡面仿佛在說這些 有時候就貪愛這邊講 有時候就無名這邊講 有時候告訴你 就前面也講 你只要真的無我 你就 有無常得無我 有無我 你就一定可以得解脫 那麼你只要斷了貪愛 你就能解脫 因為斷貪愛就表示什麼 你這個 你真的無我 那至少 就是 你把 你把這個無我 已經減薄到一個程度了 就是把那個根本 把那個根本斷掉了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假設你於色不畏走 所以這從貪來講 這個貪愛 從根本的貪愛來講 那麼 責不懶於色 你就不會執著 貪愛 那 以眾生於色 畏顧 畏著 畏就是畏著 畏著就是 一般我們講 這個 愛喜 愛樂 貪愛 那 責有懶著 那懶著就是 因為貪愛而執著 執著就變成 我們叫做 你貪愛就比 假設 生起這個貪愛 那一直在這個貪愛的境界裡面 叫做執著 叫做住 你喜歡這裡 你就一直待在這裡 那你黏住那個境界了 著 黏住那個境界了 那這種 這種是不同層次的 那一般我們對於這種境界喜愛 它是生起這個念頭而已 那這個念頭持續 持續不捨 我們就叫它住 就叫它著 其實是這樣 所以它說 以眾生 以眾生於色未顧 那麼 則有懶著 那 如是 懶只是說明 這個煩惱是不好的 那麼著是 你對這個煩惱的層次 你黏著住了 其實只是這樣 我們說這個是在說 祂愛的層次而已 那如是眾生於受想行事 不畏著 比眾生則不染於受想行事 以眾生為受想行事故 比眾生懶著於受想行事 好 我們說單單這樣讀 我們其實不太知道 他在說些什麼 那麼很簡單就是 我們說你是所謂起煩惱 那麼大部分人起煩惱 那麼 因為這裡講嘛 你因為你有這種情況 誰有才有這種情況 有這種情況才有這種情況 其實說你為著於色受想行事 就是你為於色受想行事 所以你懶著於色受想行事 因為懶著於色受想行事 所以你才有生事 所以現在告訴你 你只要不畏著色受想行事 不染著色受想行事 你就能夠出離生事 那現在告訴你這種東西 那你要怎麼樣出 你要怎麼樣不染著 或是畏而不著 或是不畏不著 那麼這個色受想行事 那什麼叫做畏於色受想行事 什麼叫做染於色受想行事 那他後面就告訴你 就是畏之後要換 換之後要離 就講這個 所以這裡是標準的所謂畏犯禮 但是畏是什麼 畏是畏什麼 就是畏是 這個 畏犯禮 阿含經常見的畏犯禮 另外一個就是厭禮玉面 畏犯禮 它是很簡單的 有時候佛法會簡單的 就是用幾個重點 比如我們很簡單講 叫種 手 托 發心 出離 發心 修行 正果 就很簡單的用 這很簡單的概念 來統色一切 包括說 比如說戒 定 慧 基本上就是不會太複雜 後來就是越分析越多了 我們才覺得複雜 一開始佛陀說沒有那麼複雜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慧願禮的過程 修行 禮就是出禮 患就是過患 基本上就是你要思維它的過患 重點是這個慧 慧就是慧著 慧著其實就是 你貪愛 黏著 貪懶 執著 貪愛 執著 我們簡單來講 因為它又分 它又分胃跟懶 我們可以這麼看 就是貪愛執著 執著當然就是執著你所貪愛的 懶著就是執著 如果這樣看 好 那這個只是貪的不同層次 有時候會講三個層次 有時候會講四個層次 有時候只講一個 有時候講兩個 你後面看就慢慢會了解 你習慣它的一個說法 那麼慧到底是慧著什麼 那我們說過佛法 佛法所有的問題 都在這個身心結構上 色受想行事 你看這一經也是這樣 色受想行事 可以說現在五運 運相應都是講這些 運相應全部講這些 從這一經到後面全部 運相應讀完了 才離五運而說 離五運 其實離五運也不是離身心而說 即使離五運也必離身心而說 比如說受想行 好 那假設你講六出也還是五運 那你看這個 顏耳鼻舌身 那麼這個是內六出 那一定有外六出 如果講六出的話 一定包含內六出跟外六出 因為單單講演沒有意義 演是對色 這是感官的 那麼感官就造成感受 一定是這樣 那麼色身 香味 這個我們用練的大概就知道了 色身香味出 這個是所謂的十二出 然後這個心就變成 就簡單 這個視跟心 它應該是這樣 它就是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義跟法 那法也是色成 但是它這裡就是內外來講義跟法 那所以它即使講十二出 還是講五運的 一樣是五運 那味著要從味著的 味著這個開始 因為根 這個是根 這個是成 根 如果色的話就包括根跟成 四大吉四大所造色 如果我們講內外 所以它有時候會告訴你 內色外色 就是要關五運 五運不是關過去 現在未來 內外好醜 那麼粗細遠近 其實一般來講內外就是這個 好 那麼根成四合合生 醋 這個就是醋 醋聚受想失 它 醋聚生受想失 那麼受感受的 好 那麼現在我們說 味著 懶著 於這個受 那簡單來講 比如說受想 重點是受想形 這個只是了別而已 那味著這個受想形 那麼色也是 色也是 色就是身體 那麼你貪愛 你的眼睛貪愛 這個色法 耳朵貪愛這個聲音 鼻子貪愛 這個香 這個香味 香氣 舌頭貪愛這種味道 身體貪愛這種感覺 那這個 全部都是 這個色 那麼這個色 由這種貪愛 由這個貪愛這個 產生特殊的感受 或是 也許熱受 也許苦受 那這個味著 包含 包含 如果受來講 一定包含三種受 苦受 熱受 不苦不熱受 那你說 那我 我怎麼會貪愛苦受 不是 當你對這個苦受 執著不許的時候 它就是貪愛 那這種貪愛 這種貪愛又分兩個 仔細來講又分兩個 就是 愛跟恨 愛跟恨都是一種貪愛 那它都會產生執著的力量 恨 不捨 愛 不捨 那麼越愛就越不捨 越恨就越不捨 不捨就是 你放不掉它 你沒有辦法不在乎它 你沒有辦法不在乎它 你心裡一直想著它 一直有它的印象 只是好跟不好 對你產生苦跟熱的感受 這樣而已 那影響你的決定 所以你有苦受 有苦受熱受 有不苦不熱受 想有所謂的種種的印象 對這個印象 有比較少 這個印象比較多 這個印象非常非常多 所以 愛人經裡面叫做少想 多想 無量想 或是 你甚至都 都已經混亂 對這個人的印象非常混亂 或是說不知道怎麼想 那麼有種種種種的想 那這個其實就是印象 那這些印象非常深 那行 就是它意志神力決定動發 就是你的抉擇影響你怎麼樣 後續你要怎麼說 要怎麼做 你要你心裡面 它會不斷在加強你的感受 加強你的印象 然後 會 影響你未來 整個走向 你的整個身心 那麼通常都是從位左開始 從這個位左開始 不管你是位左這個色 受想形式 那受想形 受想形一定從 從這個內六處外六處 受想形一定是根成 就是 是 根 色 根成 是 合合所生的 一定是這樣 叫做促進身心 那這個就是心 它一定是這樣 那麼所以 它 我們 我們不斷有這種境界啊 我們每次都有這種境界 那麼就算你現在要聽我講 你的眼睛也是這種境界 但只是有產生 畏跟沒有產生畏的差別 那 畏左的程度多跟少的差別 那是好跟不好的差別 是 就是它有各種各式樣的 因為我們不斷在面對境界 那 所以叫做六路處常對 這個是 不管是聖者 還是凡夫 都一樣 六路處常對 眼睛常常在看到東西 耳朵常常在聽到東西 就算完全沒有聲音 你耳朵也在聽到東西 聽到 我聽到沒有聲音 你聽到沒有聲音 你還是聽到啊 現在很近 都沒有任何聲音 那也是耳對什麼 耳對聲 無聲之聲嘛 我看到都沒有人 看到都沒有人 也是看到 至少你看到沒有人 就算 現在 燈全部黑了 暗什麼都看不到 你也是看到 看到什麼 看到黑 看到暗 所以你的六路處 你的六路 你的感官不斷在面對境界 那產生種種的想法 那這些想法 這些想法 有些會影響我們 有些不影響我們 有些影響我們很久 有些影響我們不久 有些影響我們很大 有些影響我們很輕 就是不一樣 那多數的人 有一個習慣性的影響 比如說他怕黑 他怕黑 黑一來 他就影響比較大 他怕孤獨 他怕一個人 在黑暗裡面 然後他怕這個冷 反正就很周 各式各樣的 那如果怕冷怕熱 那個就是什麼 聲對醋的問題 他怕這個味道 怕臭豆腐 怕榴槤 然後他怕蒼蝙 怕那一個人 就是義跟法的問題 然後還有交接 還有這個所謂的色 這個眼跟色的問題 或是耳跟聲的問題 怕蚊子 蚊子就有聲音 蚊子會叮嚀 然後你感覺到他 有帶有病菌 反正就有些 不是單純一個 是很多個交織的 那麼這些境界一直在 就是六路促藏 經常對我們的六根 經常對著六層 那麼生起種種的新手 生起種種的新手 那麼這些新手 通常多數都是煩惱的 生起種種的煩惱 那這種煩惱 不外乎就是貪嗔吃 感受不外乎就是苦樂 不苦不樂 就是這樣 那這個影響你 那麼不斷的影響你 你覺得你要怎麼做 深口意 假設比如說 你因為努力工作 那賺了很多錢 那住很好的房子 穿很好的衣服 過很幸福的生活 那麼這個也是你的感受 那麼你這個感受好 你就會繼續維持這種幸福狀態 那麼你為了要維持這種幸福狀態 因為過去根據你的經驗 你必須要擁有這些錢 你才能夠維持這種幸福狀態 所以你就會去想辦法 讓你有足夠的錢 能夠來維持這種狀態 那麼有一天發生變化了 你雖然有錢 但是遇到一個有權的人 他想辦法讓你的錢變成他的錢 所以你開始感受到 即使有錢也不能維持幸福 你還要有權 有權勢才能維持你的錢 就開始這樣 然後你開始又去追求這個權 那麼你覺得除了有錢 還要有權勢 不然這個錢 你會因為別人比我們更有權勢 就想辦法把我們的錢變成他的 那麼類似像這樣 那麼所以你的行為又產生變化 那這些 那但是不管怎麼變 不管怎麼變 我們都在這個位著這種 就是我們習慣性這樣認為 那麼我們習慣性這樣擁有 我們習慣性這樣追求 那麼這種習慣就造成我們一個 生命有一個既定的模式 慣性的思維 那這種慣性的思維跟既定的模式 那麼都拖不出輪迴 因為你一直在貪愛之中 你一直沒有捨離這種貪愛 那並不是說你不用吃飯不用睡覺 一切擁有的都不需要不要穿衣服 不是這樣 而是你所擁有的一切你不會去直取 就回到過去 回到之前講的 不單戀於過去 不心求於未來 不懶著於現在 就不顧戀過去 不心求未來 不懶著於現在 那我們簡單的講 我們所面對境界所起的新手 不外乎是貪稱痴 那這些貪稱痴所有的來源 那不外乎就是以我為中心 那麼我去追求 那就是我們的心不外乎就是在過去 對於過去的經驗造成我們覺得現在應該怎麼樣 那麼未來要往哪裡走 那麼有這一些一直影響我們 即使我們現在學佛 也是依於我們的經驗了知之道的 我們覺得要解脫也是依於經驗之道的 那但是多數的人 他的經驗跟他所了知的 跟他所採取的對策 就是醒之後的東西 因為受想醒醒就是開始決策的 那覺得你要怎麼做的 那麼這個就大部分的人都是 都是一夜輪迴的 就不斷造業 而且是有肉的有雜染的 一得貪稱吃的 那現在要佛法基本上 叫四地嘛 苦疾 世間的人都是這樣 但是現在佛教他告訴你有一個道 可以滅 就是你稍微要做 就是我們叫做這個 背離生死的這一部分 所以他後面會講離 就是你不要 第一個你要處理這種業 你必須處理這種習慣 那你的習慣怎麼來的 習慣就是身口溢的習慣 你的習慣動作 你的習慣模式 生命自有一套習慣 就是你久了久了 他就是為這樣 那麼你要脫離這種習慣模式 因為這種模式是輪迴的模式 所以你一定要有這種處理 處理的心 處理的方法 跟處理的動作 好 那麼你要怎麼處理 你平常是畏著的 這個畏著它就是一種輪迴的 啟動輪迴的模式 這個是你要啟動解脫的模式 但是它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你要思維它的過患 那麼最大的過患 當然你思維到最後無常 就是真正的過患 因為無常就會導致這種現象發生 就是你所擁有的 不會一直為你所擁有 你所沒有的 有可能一直沒有辦法擁有 但是就算你擁有了 你在追求的過程中 那會產生很大的執著 那這種執著 如果是很難得的 你會執著更重 那麼如果你已經追求到的 你的貪愛會加重 如果你追求不到 那你的嗔恨會加重 但不管是貪愛跟嗔恨 完全都是由貪愛而來 只是一個愛愛得到 一個愛愛不到 只是這樣的差別而已 它的根源都是畏著 畏而染著 那麼由這樣 那所以 但是這些怎麼來的 就是你的這種業 你的苦是由業來 業是由這種行為的習慣來 那麼習慣是由信念來 我們走的時候 依我們的業 依我們的習慣 依我們的信念 是不是 我們來的時候 也是帶著我們的業 我們的習慣 我們的信念 那你為什麼只有走的時候 帶這個 來的時候帶這個來嗎 沒有 從你來到你走之間 你還是帶著這個在運作 帶著你的業 帶著你的習慣 帶著你的信念 在運作這個生命 它一直是這個模式 所以你必須做改變 改變這種模式 那所以 改變的開始在哪裡 在認清你的執著點在哪裡 你的貪愛點在哪裡 你的執取點在哪裡 所以前面 不知道哪一部經裡面講到 就是 你只要世間執取一法 就是 我不見這個 執取一法 而能得解脫的 沒有 我不見執取一法 有執取一法 而無罪過的 沒有 有罪 就是有業 罪業 就是苦 會受苦的業 我不見眾生 有執取一法 而無罪過的 那你只要有執取 那執取來自於哪裡 執取 執取後面就是什麼 啟動 啟動輪迴的模式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愛 愛取 後面是什麼 有 有就是有什麼 有生死 就有生死 生死就有苦 那就是這樣 所以它就是一種什麼 我們叫做一種罪或是災難 這個有就有什麼 生老病死 有悲老苦 有生就有死 有生死之間就有種種的苦 就開始有苦 苦是從這邊來的 那個 所以執著久了之後 你執著了之後就會產生 就是你造作行嘛 就受想行 無明原行 就是這樣 開始又啟動一個 執著之後開始 執著一定帶有兩個特點 一個就是什麼 無明跟貪愛 因為它這個是貪愛 它已經帶著無明的 所以你看 十二元起就是無明原行 然後這個是過去生 它就是這種神秘模式 這個是簡單講 那無明行 然後我們把這個業 造業的模式 輪迴的模式 煩惱的模式 從上一生帶到這一生來 那這一生 一樣依然是依這個模式 在生存 那就開始 受想前 四明射六處 處受愛 取 你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就是這樣 你要把它匯通起來 你就知道了 無明行 那麼 開始 四明射 六路 處 受 你看 然後愛 你看 四明射六路 基本上就是根成世 和何生處 處 處 受想師 它只寫 受代表 這個就是處 處 受想師 那麼 這邊之後 因為它是以無明為主的 圖明貪愛所造作為主的 那麼 所以處 受想師 這個處 聖者也是處 受想師 我們也是 但是因為我們是以無明為開始的 所以這個處去做想師就會產生什麼 產生愛 四明射六路 處 處 它只講到處 四明射六路 處 處 然後愛 處 然後之後就是有 然後就是生老病死 憂悲老苦 它就是這個過程 這個叫做生命的緣起 這個叫做流轉的 所以這個叫做流轉的 流轉是什麼流轉 生死流轉啊 或業苦的流轉啊 煩惱產生業 業產生苦 苦又產生煩惱 就這樣流轉啊 然後生跟死 生又死 死又生 生死流轉 六道流轉 那麼生死是在三界六道裡面 異界色界無色界 或是在六道天然這樣流轉 就這樣轉這樣轉這樣轉 它就是一種模式 就好像一個火車 一個高鐵在固定的軌道掌 每天有固定的半吃 就這樣轉來轉去轉去 那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有固定的模式 固定的造業模式 固定生命 生命有一套固定的模式 它不斷這樣做 那麼你要處理 你就必須要先處理這套模式 一定要這樣 所以它告訴你 第一個 它這個是簡單講 它實際上就發生 這種狀態就發生在我們現在 我們過去 那未來呢 不一定 要看你有沒有轉 你如果沒有轉 它還是繼續這樣 那這一生是這樣 下一輩子也是這樣 一直到你什麼時候 要脫離這一種模式開始 所以 還滅的告訴你 無明滅則行滅 行滅則誓願 就告訴你 你要先從那個起點 那個關鍵點 那你要無明滅比較困難 要先從什麼 從愛 從愛跟取這邊下手 就愛取有 從這邊下手 那這個的力量比較強 你比較不容易 從這個地方下手 從這個愛 所以這裡也是一樣 未換離 從這個未愛 就是貪愛 未就是貪愛 那麼你一旦執著了 你一旦執著了 就不容易了 你要先 你執著你要回到 回到比較不執著 貪愛而不執著 這邊來 但是你一旦執著 你要說 執著一定是 比較重的貪愛 一定是比較重的貪愛 那但是你要回到 你要回到 只是貪 只是貪愛而不執著 這邊來 那麼再漸漸 再漸漸了解到 貪愛給你造成的過患 或是 你執著 你就要了解 執著給你代成的過患 但是這一邊 執著了就比較難 難以這樣看 看到它的過患 你一旦執著了 就很難看到它的過患 所以有些人 恨一個人 那麼 不惜於他 就是 玉石俱焚 那麼 即使他知道自己會受苦 他知道會受苦啊 有過患啊 他知道我殺了他 會不會去關啊 他知道我這樣做 我也會受苦啊 但是他甘冤啊 只要他比我苦就好 我只要確定他也會受苦就好 那有些人貪愛愛上了 他知道 這樣會造成他以後受苦了 我現在好就好 沒關係 以後苦以後再說 就會這樣 那麼這個就是你的執著太強了 你已經沒有辦法正常思考 所以你一定要先在這裡就 就 就習慣性做 那如果是這個的話 要先撿撿撿到 你 你 最好是有 那沒有也沒關係 那慢慢慢慢慢慢 那 就是 不管有沒有對你來講都沒關係 就開始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就是你 你從未患禮的過程裡面 去修行 很簡單這樣就是這樣 重點在為 這個好像 這個 這個十二元起裡面 他的一個重點在愛 在愛 那麼 因為 出 瘦 大家都有 那麼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過去帶來的 那四明射六路 這個是大家都一樣的 佛陀也有 捨立佛也有 阿難也有 提伯達多也有 他也一樣有 他的 他的事有了別作用 我們也有 那他的跟眼界可以看到東西 耳朵可以聽到東西 我們也有 只是他可能看的比我們多了 那因為他如果有天遠的話 他看的就比較多一點 那天耳聽的就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沒有那麼多 但是一樣是這種功用 一樣是這樣的功用 那所以這裡都一樣 不一樣的是 他帶過來的跟我們不一樣 過去生就好像我跟你去都一樣 那我們的六根都一樣 感受到六成也差不多 那但是我們過去中帶來的夜不一樣 那個行為模式不太一樣 那這裡差不多都一樣的 四明射六路 這個只是根層式 那根層式產生的這一些心理反應 也都有反應 但是怎麼反應不一樣 因為根源不一樣 所以他怎麼反應就不一樣 那不一樣他就會產生 這個貪愛跟直取的程度不一樣 那如果從凡夫來講一定都有貪愛直取 沒有那種沒有貪愛直取的 沒有那種一定有 那只是程度有差別 一樣是阿羅漢 一樣是阿羅漢 那麼他一定都是斷貪的 欲貪、色貪、無色貪 那貪的程度不一樣 那如果是出國、二國、三國 就不一樣了 三國的貪、欲貪斷掉了 還有色貪、無色貪 他對於感官、刺激 他沒有需求 對於無意他根本不在乎 有他也是這樣吃 沒有他也是這樣吃 多也是這樣、少也是這樣 那麼他不會執著這個 但是他會執著什麼呢 色貪、無色貪 就是他會 如果他在修 舉個例來講 你東西送給他吃 這個肉好吃不好吃的 他不會執著 但是如果他在打坐的時候 你打擾到他了 他就會很生氣 因為他正在享受那個什麼 那個禪定的快樂 那個就叫做色貪 他在享受那個激勁 他很安靜 你忽然打擾到他了 他會很生氣 那類似像這樣 那這種 他也是一種貪、直取 那但是他不像一般人的這個直取 那所以基本上貪愛是一個重點 看你貪愛什麼 那首先 佛法的修行就是從最初的開始 就是對五義的貪愛 所以修行第一步叫做少益之主 它有兩個關鍵 一個是少益之主 行為上 那還有就是 你一定要有智慧 叫做要多聞熏習 你才知道怎麼少益之主 這兩個是根本 就是一多一少 一個多聞熏習 一個少益之主 那不斷地培養 告訴你觀念清楚 那麼行為正當 那重點就是這兩個 因為你錯誤的觀念 會導致偏差的行為 偏差的行為會造成痛苦的結果 那基本上是這樣 那痛苦的結果一定就是輪迴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一般來講 從這個胃 這裡叫做胃患靈 那麼如果從驗 驗、離欲、滅 離欲你看就是離那個五欲 那包括 其實包括貪愛 欲貪、涉貪 就是欲貪、涉貪、無涉貪 但是我們現在修行是針對人 人的重點在五欲 我們在欲見 所以基本上佛法的修行 都針對我們現在的狀態 此時、此地、此人 真的就是這樣 當時那個時候 哪些人有哪些問題 它重點在解決我們生命中的問題 那這生命中的問題就包含 由生命而有的生活 就解決生活中的難題 那通常都是這樣 即使到現在了 佛法還是這種作用 就是解決生命中的問題 跟生活中的難題 那麼生活中就是 我們遇到這個會起這個煩惱 遇到那個就會起那個煩惱 那也因為這些生活中的這一些問題 才造成生命中的問題 才造成輪迴嘛 一個一個的煩惱就形成所謂的苦 有執著這些苦 執著這些苦、執著這些熱 我們叫做為 那麼你就不斷 你就不斷在那個模式裡面 現在告訴 在這個為 為後面 愛後面就不取了 或是愛取後面 你怎麼樣控制它、截斷它 現在在講這個問題 所以它簡單只是為喚禮 但是它實際上就是在講我們的 生命的一種模式 因為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 就是為愛取友 我們現在是愛取友 它現在不做愛取友 它現在叫做為喚禮 那這個為你把它當作愛就好了 那一樣你看它就是 所以這個叫做還滅的嘛 好 那現在來看 所以它這裡講 諸彼丘若於色 若色於眾生不為患者 就是過患 過患 那彼諸眾生不應厭色 就是 因為我們對這個色會產生染濁 不管是內色外色 那麼 假設 這個沒有辦法造成我們的過患 我們的過患就是什麼 就是起煩惱、照夜、受苦 就是我們詳細來講 就是禍夜苦 因為這樣我們會起煩惱 因為 比如說因為我的身體這樣 因為它的身體這樣 因為我看到這樣 因為我聽到這樣 色就是 眼耳鼻摺身對色身相會觸 我們把這個色放大來講 那麼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 從五印來講 就是我的身體 跟別人的身體 那如果再放細來講 就是 我身體裡面的眼耳鼻摺身 看到 境界上的色身相會觸 這個就是色 就是內色外色 內色外色有兩種 一種是 就身體裡面的內色 就五印這個身心 深的內色 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肝臟 心肝鼻胃身 看得到的 毛髮、皮骨 那一種就是 你就本身是內色 本身之外的一切色都是外色 就眼耳鼻摺身對色身相會觸 那類似像怎樣 那不管是怎麼樣去看 它都 我們煩惱的根源在於這個 它不單是色 它是色受想形式 其實就是身心嘛 所以回歸到身心來講 那現在是 從色講 所以我們會覺得 好像就是在講色而已 沒有 單單講色沒有意義 單單講色沒有意義 因為重點其實不在色 在什麼 在受想行 因為苦來自於業 業是來自於造作 造作一定是由行做決策 行 行做決策一定是依據 受跟想 那受想怎麼生起來的 一定是依據這個 這個飾了別 這個色 你有沒有發現到他們的關係 有一點點 其實錯綜複雜 其實也不怎麼複雜 其實不怎麼複雜 但是彼此都有關係的 它不是單獨存在的 那受跟想 受想行怎麼來 一定是跟成事嘛 跟成事就是色跟事嘛 那這個 這個 這個你 你為什麼 一樣是受想行 一樣有跟成事 佛陀也有啊 蛇利膚也有 木劍也有啊 為什麼你們家不起煩惱 因為人家是 一開始 一開始 無明沒有那麼多啦 那你只要來這個 來這個世間 除非你是欠願下來的 他基本上都是帶著無明來 但是他的無明沒那麼重啊 那個貪愛沒那麼重啊 如果是從天人下來的 他對無意的貪愛也不重喔 如果你是從三二道上來的 那就不一樣喔 那就不一樣 如果你從鬼道上來的 那個那個天貪心可能會比較重喔 那可能是思想上會比較詭迹多端喔 思想上會比較負面比較陰暗面喔 那麼如果你是從畜生道的那種獅子老虎上來的 你因為你那種習慣嘛 你那種就是生命的習慣模式啊 你已經 比如說五百世做 所以阿羅漢有一些五百世做迷惑 已經震了阿羅漢了 還跳來跳去跳來跳去 他那種模式還沒有改變 但是他心裡的部分已經改變了 但是那種習慣還沒有改變 所以叫做習氣 那這一部分我們是 煩惱其實是黏在一起的 到了阿羅漢煩惱習氣是分開的 到了成佛都沒有煩惱習氣 他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現在先要 克制煩惱 先控制煩惱 不讓他形成一種習慣 因為習慣你就會習慣 習慣有兩種 一種是思想的習慣 叫做慣性的思維 一種是 一種是造作的習慣 叫做慣性的行為 就是你的思維 你就是習慣這樣想 你就習慣這樣想 那麼這個習慣又因人而異 你對這個人 這個人你看到他 依你過去的印象跟感受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很討厭 那麼依他過去幫助過你 即使講同樣的話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 這個人好暖心喔 他是另外一個人這樣講話 你就會覺得這樣 你這樣講好噁心喔 同樣那句話啊 真的啊 為什麼 經過你過去的這個 因為你的感受 對這兩個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有一種習慣就是 包括我們生命本身只有習慣 那麼我們又因為分別 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習慣 一定是這樣 那所以 基本上我們必須要改變 那這個就講到是的分別 為是就種這個是 在虛妄分別 那是是了別作用 但是他的了別也是一與過去的 一與過去這樣了別的 比如說我看到你 我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他是 如果從我們生理結構來講 那個頭腦 他有些東西就存在 這叫阿拉也是嘛 儲存嘛 我們的記憶都存在裡面 那我們看到這個人 我們首先會去找 把那個人 我們記憶壓在哪裡 找出來 喔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那有時候找很久找不到 結果那邊想 想很久想不起來 有的很深刻 一下就想起來 因為那個就是深刻 那個反應就比較快 那 所以 像 像我們的身心結構 大概是這種模式在過生後 那我們沒有詳細想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 我們不習慣做這樣的觀察 那麼現在 其實他也是告訴你 要做觀察 胃換靈 你的胃著點 你的執著點 你的痛點在哪裡 那那個因是什麼 其實他就從因上講 因為 無明跟行 還有這個貪愛 這邊是重點 那其他的四明色六路處 都是因為無明跟貪愛有的 所以他才會終結跟你講 所以我們這樣講 無明行四明色六處處說 愛取有生老病死又被苦惱 他告訴你無明跟貪愛 無明為父 貪愛為母 無孕怎麼來 生死怎麼來 根結是無明跟貪愛 那貪愛他還有一套層次 他有欲貪 涉貪 無涉貪 這裡就是貪愛 執著 有些講得更多 三個或四個 我們後面慢慢會看到 他有些會解釋得多一點 有些就是簡單講 他就是重點的講 那現在告訴你 貪愛這個東西 你要怎麼樣 你一直貪愛下去 你就一直 這種輪迴的模式 啟動輪迴的模式 現在要終止輪迴的模式 要啟動解脫的模式 就是苦疾跟滅道 那麼你必須要先知道苦疾 你才有辦法滅道 就是因為滅道就是 無明滅者行滅 行滅者事滅 事滅乃至於老死滅 他是要遵循那個輪迴的模式 你反其道而行 那麼你就是解啟動解脫模式 他不是另外一套模式 不是 就是你要知道 就好像生病 重點你要先知道是什麼病 因為什麼而生病 你去去除那個病就好了 病不是特別再多定一套不病的模式 沒有 就是去除那個病 所以他的解脫模式 就是他的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苦疾 是流轉的 那麼這個滅道是緩滅的 緩滅就是你要回去看到他的陰跟圓 那麼從這個因緩去控制 把這個消除了 他自然就是解脫 其實是這樣 並不是有另一個解脫 就是把你原來的問題解決了 把你原來形成問題的模式 就是不再有這一種 那麼他就是叫做環面 那所以 為 換 離 為 你要知道 為是為什麼 這個為著什麼 這個是知味的為 為著什麼 適作想形式啊 我們講為著想形式 有一點點不太明白 那你就是知道說 我因為眼耳鼻舌身 對色身相會觸 那麼直取這個境界 那麼直取不放 那麼產生 就產生 因為直取不放 他就有一種害怕他會失去 他還是有煩惱的 你在追求的過程中有煩惱 追求到了有煩惱 為什麼 害怕他失去啊 一旦真正失去了 還是起煩惱 那你的心就在這個當中 在深住面當中 那你就會產生所謂的苦相 那只是不同的苦相 在追求的過程中 沒有而想有的時候 會產生苦 已經有了怕他失去 還是苦 那真正失去了 你還是苦 那所以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一直在這個過程而已 那你所以你從來沒有離開又苦 那麼失去了 還再去把它追回來 那追得到追不到都是苦 已經追到了 那追到了又失去也是苦 失去了追不回來了還是苦 那麼你如果沒有從這個脫離的話 你就一直沒有辦法脫離門的輪圍 所以他才會講無明滅則行滅 然後愛滅則取滅 取滅則生老病死滅 他就是回去原點解決那個問題而已 所以為要思維 為是為著什麼 那不離開所謂的五運 這裡是講五運 那如果後面六處的話 講的就更詳細了 就所謂的六色生 六四生 六獸生 六想生 六處生 六愛生 六取生 就開始有這種東西了 好 我們先下課 但是陷阱 你好